牙齒矫正100問 酷牙治療的過程是怎樣的? 酷牙要根據自己的口腔情況來評估難度 然後需要通過S光檢查 醫生根據自己主數和實際情況 設計合理、完整的酷牙方案 治療前、中、後的整個過程中 牙齒都正在緩慢移動 在酷牙過程中需要保持良好的口腔衛生 酷牙完成後需要配搭一定時間的保持器 以保持效果防止迫發